黄兄 黄兄你快说吧 哎呀 黄兄 你快说吧 黄兄 你快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妹妹 黄兄问问你 你说那些保卫国家立下汉马功劳的将士 他们到底该不该杀 这些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当然不该杀了 可是 如果已经有人在老虎关设下埋伏 等着那些将士走进山谷 自投罗网 那该怎么办啊 这还不简单嘛 找人去给他们送个线 让他们不要自投罗网不就可以了 公主 如果这些人是太后派去的 该怎么办 会是太后 可是 可是这些为国立功的将士 都是国家的功臣呢 正是太后 所以此事他非常难办 你们就不要跟我绕圈子了嘛 这件事情啊 让我去做好了 太后派落山了 一点都不保命 他们会来吗 别着急 太后派落山了更好 我估计 他不把手就要到了 来了 他们急着为朝廷礼宫 我们不来了 什么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看来他们好差劫呀 那当然 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先别着急 等少大的仙头部队过去 少量的大队人马 走进山谷以后再动手 少家军战尽杀绝 一个不留 少家的少将军 这是野武出众 这是太过瘾了 就是啊 是呀 只管救公臣 什么人 这么大胆 敢在这里放放 活得不太烦了 你永远无助 你是什么人 敢在这撒野 有你 我在此 轮得到你撒野吗 来啊 把这个小烟驴给我拉出去宰了 别打 狗胆冒天的东西 我是公主 赶快把我放了 你这个狗官是不是不想活了 快快放开公主 当你不死 你什么人 我是公主 来此寿命 公主 什么公主 魏国的公主 你有眼无助的东西 魏国的公主你都不认识 还想做魏国的官 你做梦去吧你 你还敢冒充公主 你这个小烟驴还敢骂我 你给我拉我 混蛋 你敢打我的人 看我回去不拔了你的皮 拔了我的皮 我先杀了你的头 你坏了也有今天的大事 说 到底什么人 他是公主 他谁敢动 我是公主 谁要再敢乱动 我就杀了谁 公主 公主饶命 公主饶命 公主 最神有眼不识鸡香玉 最神该死 该死 我八蛋 我老八蛋 我 阿庄 行了 这种狗官不用你费力 自然会有人收拾它 这种狗官的 这种狗官的 是 感谢观看